欢迎来到我们的热搜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三则令人兴奋的新闻 首先 一款极受欢迎的Vanzen V40蓝牙音箱 在亚马逊上大降价 原价格的60%折扣 限价只要30美元 它不仅具备IPX7的防水等级 还能在一次充电下 提供长达24小时的播放时间 无论是户外派对 还是家庭聚会 都是音乐爱好者的理想之选 接着 对于苹果迷来说 现在是入手AirPods的绝佳时机 亚马逊正在提供第二代AirPods的特价 仅需89美元起 还有更多其他的每日好康等你来挖掘 最后 我们要恭喜新汉诺威县学区的查尔斯 福斯特校长 他被命名为2024-25年度 东南区年度最佳校长 在他的领导下 学区在学术成就 职业技术教育机会扩展 以及加强商业和社区伙伴关系方面 取得了显著进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 音乐爱好者和科技迷们 有了更多的选择来享受他们最爱的旋律 从Yahoo US报道的两项商品中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在户外活动 还是日常通勤中 都有适合的选择来提升你的听觉体验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那款让人耳目一新的 Vanzen V40蓝牙扬声器 它以惊人的折扣价30美元登陆亚马逊 原价高达75美元 这意味着买家可以享受到60%的折扣 这款便携式扬声器 不仅仅因为它的价格而受到关注 它的性能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拥有高达66英尺的连接范围 和IPX7的防水等级 使它成为户外活动的完美伴侣 无论是在游泳池边 海滩上还是在雨中 Vanzen V40都能保持出色的表现 此外 它还拥有24瓦的功率 和长达24小时的播放时间 让你的音乐不间断 根据超过9700名评论者的一支好评 这款扬声器 以其出色的音质和耐用性脱颖而出 另一边箱 对于那些偏好个人听觉体验的人来说 苹果AirPods 2 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同样来自Yahoo US的报道显示 亚马逊上的这款耳机 现在仅需89美元 提供了一个难以抗拒的购买机会 第二代AirPods 拥有高达5小时的单次充电寿命 并且随附一个便于携带的充电盒 这款耳机 还可以通过Siri进行控制 使其使用起来更加便捷 除了基本款外 销售还包括提供额外功能的 AirPods Pro 为用户提供更多的选择 无论是Venzen V40蓝牙扬声器的 户外耐用性 还是苹果AirPods 2的 个人化使用体验 这两款产品 都以其卓越的性能和合理的价格 成为市场上的热门选择 对于追求高质量音乐体验的 消费者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难得的购买机会 在这个科技不断进步的时代 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高性能音响设备 让音乐成为你生活中的美好伴侣 新汉诺威县学区的超级校长 查尔斯·弗斯特 荣获2024-25年度 东南区域年度最佳校长称号 这份荣誉 是由北卡罗莱纳州 东南区域的 12个学区的同行们选出的 在弗斯特的领导下 他带领团队 提高了学术成就和学校表现 扩大了职业和技术教育的机会 并加强了与商界和社区的伙伴关系 福斯特现在将竞争A Craig Phillips周级年度最佳校长奖 此外 来自卡索亨小学的克里斯蒂安·尼梅 也被命名为 东南区域年度最佳校长 在时尚界 当西部风情遇上性感魅力 便诞生了令人难以抗拒的时尚火花 这正是意大利写旅品牌 Paris Texas 与英国艺术家Naudia Lee Cohen合作的最新胶囊系列 所展现的魅力 据雅虎美国报道 这是Cowan首次为Paris Texas创作的胶囊系列 他巧妙地融合了西部元素 与90年代的复古风格 展现了独特的性感 与女性魅力 这个系列包括了靴子和凉鞋两种鞋型 都是用意大利皮革精心制作而成 拥有专属的鞋跟设计 颜色方面 系列选择了白色 红色 黑色和棕色等 同时还有蟒蛇纹 蜥蜴纹 和皮革印花等设计 使得整个系列既大胆又充满细节 Cowan不仅设计了这个系列 还亲自出镜 担任了系列的宣传大使 将Paris Texas的巴黎精神 与洛杉矶的野性完美结合 展现了独一无二的时尚态度 这个系列已经在Paris Texas的官网上开售 让喜爱西部风格 与90年代复古魅力的时尚爱好者们 能够轻松构得 进一步了解这个系列 我们发现Paris Texas 在这次合作中 展现了对西部牛仔靴的全新诠释 如同雅虎美国所报道 这个胶囊系列 不仅包括了性感的凉鞋 还有设计感十足的牛仔靴 这些靴子拥有拉长的轮廓 和雕塑般的鞋跟 而凉鞋则带有浓郁的90年代风格 采用了光滑的皮革 和印有蟒蛇效果的设计 展现了别致的时尚感 这个系列 不仅在Paris Texas的电商网站上有售 还在Netty Porter Miserica和Sense等知名时尚 电商平台上架 让全球的时尚追随者们 都能轻松拥有 通过这次合作 Nadia Lee Cohen和Paris Texas 不仅成功地将西部元素 与90年代的复古风格结合起来 还在时尚界掀起了一股新的潮流 这个胶囊系列的推出 无疑为爱好独特时尚风格的人们 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同时也证明了时尚的无限可能性 和创新的力量 德国折扣连锁超市 Audi和Lidle 最近推出了自家品牌的运动鞋 作为他们营销策略的一部分 这些运动鞋分别定价为12.99美元和16美元 迅速在网络上走红 这一跨界之举 是因为这两家连锁超市 都在寻求吸引年轻消费者的关注 尤其是那些日益难以承担 日常杂货开销的年轻人 通过推出价格亲民的运动鞋 Audi和Lidle 不仅展示了自己品牌的多元化 也巧妙地抓住了年轻消费者的心理 希望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 让更多的人走进他们的超市 体验购物的乐趣 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甲 一家中国超市 因涉嫌拒绝非洲顾客入内而被关闭 据雅虎美国报道 尼日利亚的消费者保护监管机构发现 这家超市专门允许中国血统的人进入 这一行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尼日利亚中国总商会CGCC 对这些指控予以否认 强调该超市是CGCC名下建筑的一名租户 尼日利亚联邦竞争 与消费者保护委员会 FCCPC已经对这一指控展开调查 以查明事实真相 与此同时 在财经领域 雅虎美国还报道了几个 值得关注的趋势股票 其中包括特斯拉 特斯拉预计将报告 其第一季度每股调整后 盈利为0.52美元 总收入为223.1亿美元 这将是四年来的首次收入下滑 此外 特斯拉的运营利润预计将下滑40% 至14.9亿美元 对于特斯拉的未来产品路线图 投资者们也保持着高度关注 为了刺激其电动车的需求 特斯拉在美国对其五款车型中的三款 进行了降价 并在周末期间将降价范围扩展到了全球 包括中国 中东 非洲和欧洲 特别是Model Y特斯拉最受欢迎的车型 以及较为老旧 但更昂贵的Model X和Model S也在降价之列 在美国密歇根州的莱纳威线 房地产市场的动态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据雅虎美国报道 莱纳威线的房屋中卫销售价格 在1月份下降了7.9%至17.5万美元 然而 与2023年1月相比 中卫销售价格实际上上升了4.2% 从16.8万美元增至17.5万美元 这一数据反映出房地产市场的波动性 以及不同地区市场状况的多样性 这些报道从不同的角度 展示了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多元化面貌 无论是在尼日利亚遭遇的种族歧视争议 还是特斯拉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策略调整 亦或是美国地方房地产市场的波动 都反映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经济活动和社会事件的复杂性和相互联系 这些事件不仅影响着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全球的经济走向和社会发展趋势 第28届年度YB奖的获奖名单已经揭晓 这个由国际数字艺术与科学学会颁发的奖项 旨在表彰各个类别中互联网的佼佼者 获奖者既有学院评选出的 也有通过YB人民之声奖的粉丝投票产生的 在众多获奖者中 泰勒·斯维夫特在最佳创作者或影响者合作类别中 击败了他的男友特拉维斯·凯尔斯 并且脱颖而出 同时 雷哈纳在AI应用程序和体验类别中赢得了奖项 这场盛大的颁奖典礼将于5月13日举行 届时将庆祝所有获奖者的辉煌成就 在最近的一波网络购物狂潮中 亚马逊给出了一系列让人眼前一亮的折扣 其中包括了苹果公司的AirPods 乐高的花束套装 以及Airbot Roomba的扫地机器人 根据Yahoo US的报道 这次的优惠活动为消费者带来了不少惊喜 苹果AirPods的价格从原价129美元降至89美元 这款第二代的AirPods 以其出色的音质 舒适的佩戴感 以及坚固的耐用性 而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单次充电可以提供长达5小时的播放时间 而乐高的iCons花束套装 则从60美元降至48美元 这套共756件的乐高套装 被设计成一项活动 一段回忆以及一件艺术品 它在亚马逊上的平均评分 高达4.9星 至于AirPods 694扫地机器人 则从275美元降至180美元 这款机器人 在亚马逊上的平均评分为4.5星 显示出它在消费者中的受欢迎程度 另一方面 房地产市场也在经历着自己的波动 根据Yahoo US的另一篇报道 密西根州的Fusedale县 在最近的房屋销售中 显示出了价格上涨的趋势 在1月份 该县的中卫房屋销售价格达到了13万美元 较12月上涨了16.1% 然而与2023年1月相比 中卫销售价格却下降了8.5% Hillsdale县的房屋销售数量 自2023年1月以来上涨了69% 从29套增加到了49套 而在密西根州整体来看 1月份的房屋销售中卫价格为20万美元 较12月下降了9% 这些数据和报道揭示了当前市场的多面性 无论是电子产品还是房地产市场 都在经历着自己的变化 对于消费者来说 无论是寻找技术产品的优惠 还是关注房地产市场的动态 了解最新的市场趋势都是至关重要的 亚马逊的折扣活动 为寻求至优价廉产品的消费者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而Fusedale县的房地产市场 则提醒着人们在投资房产时 需要关注市场的长期趋势 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保持警觉并及时把握机会 对于每一位消费者和投资者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